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挺惨的 昨天史利夫跟我说了 炸他的别墅缓解一下压力 这可好 炸的竟然是赞一赞的 本来我的压力都快没了 这一炸 哎呀 我的压力又增加了呀 为了安全起见 我觉得还是回到小村庄嘛 躲一躲 正好这个蔡菜应该找不到我了吧 嗯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 摄像头 我家门口为什么会有摄像词吧 而且还安了两个 大叔 是不是你安的 大叔 是不是你安的 别跑啊大叔 你 是不是你安的 大大 你说的什么情况呀 我不知道 你别来找我 这不会有人想偷窥我的生活吧 嗯 史利夫 你 你怎么会在我的家里啊 老大 这不听说你有压力吗 怕你想不开 给你安了摄像头 家里 安了四个 门口两个 监控你的一举一动啊 嗯 什么 史利夫 门口的摄像头 竟然是你装的 哎呀 我这家里安了四个 你这是全方位监控我的生活呀 老大 这不都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吗 万一 你想不开 我也好知道 劝劝你呀 史利夫 我都快被你气死了 昨天 我炸的别墅 竟然是赛赛的 哎 幸亏我跑得快 躲到这个小村庄里面了 要是被他给找到了 他气不打死我 史利夫 你是故意坑我的吧 老大 我不是给你了一封信吗 谁知道你没看 哎 看来 你还是大意了呀 哈哈哈哈 史利夫 要不你把这摄像头给去掉吧 老大 这 这万万不可呀 不能去掉 你压力太大了 万一真的想不开 我可就没有老大了呀 史利夫 你这摄像头 装在这里 我真的是好不方便啊 我睡觉 我洗澡 全都被你给看到了 你这不是 三百六十度 五四角监控 我 我一点隐私都没了 哦 老大 你就放心吧 这里 只有我能看到 再说了 我又不跟你现场直播 老大 你就在这里放心吧 千万不要想不开哦